嗨,大家好,我是小新 今天用豆角和豆腐做好吃的 首先把豆角放进开水锅内烫5分钟 把豆角烫绿,烫至8成熟 再把它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过凉水后的豆角看起来会更加的翠绿 再准备3个鸡蛋,打入盆中 再准备一块中豆腐,放入盆中 用勺子压碎,压得越细腻越好 再把豆角取出来切碎 放入盆中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先切成片 再切成丝,最后切成小丁 放入盆中 最后再切点葱花 也放入盆中 加入适量盐 胡椒粉 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加入100克面粉 继续搅拌 最后再加入50克玉米面 然后继继续搅拌 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两根火腿糖,切成片备用 煎饼 煎饼成预热 刷上一层食用油 把调好的菜糊倒进锅中 用铲子把菜糊铺均匀 盖上盖子,选择橡笔模式,焖两分钟 再准备两个蛋黄搅散 三分钟之后,把蛋液浇在上面 再用刷子把它刷均匀 再把切好的香糖也放进来 然后再撒上一些熟芝麻 盖上盖子,再焖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打开盖子 哇,太香了 我们用一个盘子把它取出来 再用刀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看起来有点像披萨 用豆角和豆腐做的这个早餐饼 吃起来外香里嫩 特别适合给孩子和老人用来做早餐 如果你喜欢了,赶快动手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我吧 感谢大家观看